洛县埃尔蒙特市入室抢劫案 三名受害者受伤 11月27日周日凌晨1点20分左右 位于洛杉矶以东盛代博谷的埃尔蒙特市警察局官员 对Potrero街的2700街区报告的一起入室抢劫案做出了回应 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受害者告诉媒体 四名非裔男性持枪窃贼 在趁着受害者及其家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闯入屋中 并把屋里所有人都绑了起来 他们表示正在寻找特定的目标 而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人 如果大家合作就会安全无事 窃贼从受害者的家中离开后 又闯入了一位年长邻居的家中 殴打了三名老人并开了一枪 然后逃离现场 当局表示没有人被枪杀 但三人在遭到袭击后住院 警方搜查了该地区 并最终拘留了两名嫌疑人 一名24岁的康普顿男子和一名17岁的男子 截至周日下午 仍有两名嫌疑人在逃 当局没有透露窃贼到底在寻找何物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